露營時光最常坐的事情就是坐著放空 椅子絕對是陪伴你露營時光最長的一個單品 但是呢椅子白白款 到底是你得了患患病還是椅子真的有病 露營生活你要找你的第一張椅子還是你的椅子已經多到數不清了 今天我要用我的經驗來跟你分享目前市面上討論度最高的六種露營椅 那我們今天會用五種方向來分析這六種椅子 但是其中有一個種類的椅子我目前已經賣掉了 也就是說我目前已經沒有在使用這種椅子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六種椅子之間的不同的差異在哪邊 那我們就先從椅子的收納的體積以及重量 這些型的椅子我們統稱為大穿椅 收納起來的長度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張算是比較小一點 那還有更長的大穿椅 它收起來的長度大概是100公分左右 收納體積就會非常的大 然後它的重量也是相對是比較重的 它收起來是一束 像有些朋友是開轎車或是Crossover這種小型的休旅車 那它幾乎就只能擺在後面的行李箱 整個放進去就已經佔滿你整個橫桿的空間了 所以它會佔去你非常大的收納的一個空間 這個是屬於兩人坐的這種折凳 那我這一張呢算是它收納相對是比較小 如果是鋁合金的這種骨架 它的重量也是比較重 相較於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大穿椅 它的長度雖然說要短一點點 它整個長度體積其實還是非常大 再來第三種呢 來這種木頭的椅子呢 它有兩種收納方式 直接收折 像這樣子 它這是一個平面 那另外一種它是可以整張椅子拆解 然後收納成一束 那我們來把這一張快速的拆解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收納方式 就要把它的骨架有四肢要拆下來 就把它的骨架捲進去 那收起來就是這樣 它這個長度就比剛剛我們講的大穿椅 其實它的長度就已經小了一半以上了 直直的塞 不一定要橫的塞 或是縫隙裡面 甚至放在收納箱裡面 它都可以很有效的一個收納 OK 再來呢 第四種椅子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輕量椅或是月亮椅 或者是戰術椅 那這類型的椅子 它的特色就是非常的輕量 收納體積非常的小 像這張椅子 它收納起來的體積只有這樣子而已 再來第五種呢 我們講這個快速的折凳 就也蠻小的 就是扁扁的 那它市面上 目前有分這種比較矮的 或那種比較高的 那它的重量其實也非常的輕 你只要拿在手上 其實幾乎也不太會有負擔 它在收納的時候 就比較沒有那麼局限 就是你可以在最後的時候 把它收納在車頂 或者是你在縫隙把它塞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最後一種呢 這個叫做銅軍椅 重量其實就更輕更小 那它的收納的體積 像這樣子也是薄薄的一片 然後這一個椅子 它是可以收的更小 那所以它其實就可以塞在你的縫隙 或是你的收納箱裡面 其實都非常的適合 那它的收納 那目前應該是所有的椅子裡面 是最小的一種 第二點我們來聊聊 收納的一個速度 假如說你今天遇到下雨的時候 是不是收納速度快就非常重要 它的組裝的難易度跟複雜度 其實會影響到你 日後呢 這個裝備促勤的使用機率 分享一下這張戰術椅 它的收納 我們先來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椅布拆掉 好 放在這邊 那它這個骨架裡面都有彈性繩 捲進這個椅布裡面 然後再放進這個袋子 OK 這樣就完成了 那第二張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克米特椅 它的收納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快速收盒 就像這樣子 這樣就完成了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把它全部做拆解 現在來拆解一次 給大家看 這張剛不拆過 這個其實你只要熟練 它的速度其實也算快 但是你待一開始組裝 你會比較不熟悉 然後最後呢 再把它放到收納袋裡面去就可以了 或者是直接用束帶捆起來 這樣子也可以 長板凳 那這張也是需要稍微組裝 它裡面一樣是有彈性繩 然後還有兩根組組架 把組架放在這邊 折進去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那另外我們剛剛講 這個市面上有很多這種是 鋁合金然後更大張 是這樣折合方式的 那其實它的收納速度 會比這個再快一點點 那但是它的體積就會再大一點 這個大穿椅呢 其實每一張收納方式都差不多 就這樣子對角線收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就搞定了 銅鬚魚它收納也非常快 OK 這樣搞定 好 最後一種就是我們的塑膠折凳 這收納就非常快速 好 搞定 這樣就可以走了 好 我們來分享一下 舒適性怎麼樣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這個姿勢 最舒適的就是這張大船椅 看我的姿勢就知道了 好 那第一個它椅面是夠寬的 然後再來它它有這個扶手 你手可以很舒服的擺在上面 再來很重要一點 它是可以靠到頭的 你這樣子 小卸一下都沒問題 那現在很多大船椅呢 它還可以出這個段數可以調整 椅背傾斜度是可以調整 像我這張就可以 我可以把它調更斜 這樣子 這樣睡個午覺基本上是OK 非常舒服的 也這是為什麼這麼多人 會選擇這張椅子的原因 做一下這個克米特椅 克米特椅呢 它一樣有扶手 然後它的椅面 可能相對於這個大船椅 它就會稍微窄一點點 椅背呢 只能大概靠到背的一半 那所以它的舒適度 跟大船椅比起來 就會差一點點 然後它沒辦法靠到頭 頭是懸空的 這個就是輕量椅 或是戰術椅 像這個有分高背跟低背 我現在做這張是高背的 那高背的它的好處就是一樣 它幾乎是可以靠到頭 然後背也可以靠得到 也可以有支撐 這樣睡個午覺也是非常舒服 它的椅面 有分比較窄 或者是比較寬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你做做看 看你會不會覺得有點卡到腿 會不會不舒服 每一張椅子都去嘗試 這一種長凳 這個是可以坐兩個人 兩個大人兩個小孩 都基本沒問題 舒適度就差了一點 它基本只能坐而已 那它的連背 都沒有得靠 不要說頭了 那就是一張比較舒適的凳子 那它在坐的時候 一樣這個地方 它是因為是方管的關係 所以會比較容易卡到這個大腿 所以說這個部分 也是特別注意 要去坐坐看 這是不是適合你的一張椅子 就是這樣子 同君宇就坐下去 舒適度就 再差一點 因為它的椅面比較小 你的腿 因為長期會是這樣子 彎著 所以你的膝蓋 相對的 也會比較容易痠 除非你是這樣做 這樣可能就會好一點 那它這個舒適度 就是輕便為主 舒適度就不是那麼好 講一下這個快速的塑膠摺凳 相較於剛剛的同君宇 有點類似 但是它的最大差別是 它這個椅面是屬於 比較硬的 做久的話 屁股可能會比較容易痠痛 好我們來講一下 這一點就是運用性 講一下這個大川椅 因為它的體積的關係 所以說它的運用場景 大概就是屬於露營 或者是在家庭使用 這個大川椅我們也來做一下 因為它的椅面比較高一點 你可以去搭配一下 你坐坐的高度 所以你往前坐的時候 你後面比較容易是 懸空的狀態 裡面也許它斜度會比較斜 那克米特椅這一張的應用 蠻多元化的 為什麼會研發出這張椅子呢 在美國的時候 他們很多騎哈雷重擊 希望有一張舒適的椅子 可以從它的這個 馬鞍包拿下來就可以做 所以不管你是在家庭露營 或者是你今天要去做一個機車露營 簡短的一個徒步的一個野營 其實這張椅子都還蠻適合去做應用的 你今天這樣坐下去 做一些招烤或是煮飯 雖然說它椅背還是有一點點斜 但是它在這樣子操作起來 也算蠻好操作的 那這張戰術椅的特性 它就是非常的輕量 所以說不管你是家庭露營 機車露營 或者是野營 或是徒步 其實都非常的適合 每家座的版型不一樣 還有這個椅背的斜度 還有這個深度也不一樣 如果說你買到那種是 比較躺比較斜的 煮飯就會比較不好操作 如果像這張Camping Bar的戰術椅 它這個椅背有稍微做一個 往前傾的相對性會比較好操作 那長凳呢 它的應用場景也是蠻廣泛的 家庭露營 現在帶朋友出去露營 準備一張這個長凳 它一張椅子就可以坐兩個人 它收納起來 因為也算蠻長的啦 所以它會比較適合家庭露營 假如說你要騎機車或是徒步 帶出去露營 這張就會比較不適合 那它如果你要作業的話 其實也算還可以 因為一般這種椅子的高度 大概會是這個高度 然後你要烤個肉也還OK 這個腳你可能要這樣縮著 長時間操作的話 可能這個膝蓋會不舒服 還有一個大家很常來應用的場景 它可以拿來置物 放東西或是遇到下雨地 濕濕的 你可以把東西放在上面 或是你這樣收帳的時候 你可以把東西放在上面 或者是 有人甚至直接把它拿來當作成價 上面放水桶啊 什麼置物袋 等等之類的 這個責任的應用場景其實就非常廣泛 放水桶冰箱等等的 或者是 這一張矮的可以當作是穿鞋椅 可以當椅子又可以當桌子 所以說它在露營或是在家裡 機車露營 因為薄薄扁扁的 你可以很容易的收到你的收納在裡面 那這個銅菌椅它的應用場景也蠻多的 不管你是登山 機車露營或是野營 家庭露營其實都非常適合 非常方便 展開當作是比如說冰箱架 或者是說你置物袋的價值 也都非常好用 你要煮個飯 很多人帶這樣去西邊烤肉 或者是說登山拿出來一張來做都非常適合 好 最後一點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每款椅子的一個風格搭配 那風格搭配其實這一點會比較主觀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各大品牌 他們在拍這些產品照的時候 大部分會用哪些椅子去做搭配 這樣看下來其實各大品牌比較常用到的椅子 大概就是這種戰術椅 克米特椅 呈現的這個風格跟他們的帳篷 或是他們要的畫面會比較match 如果像這種大川椅 因為它的椅背比較高 所以說你在呈現這個畫面的時候 它的視覺會比較容易被遮擋 那如果說選擇像這種比較低背 線條比較細一點 比較明顯一點的椅子 可能搭配起來它的這個呈現的畫面會比較好 像我自己的個人經驗是 就是如果說我們在用隧道帳 或是這種一房一廳帳的時候 放了椅子跟桌子 欸怎麼奇怪 整個帳篷裡面非常的擁擠 像這種大川椅 因為它的椅面真的比較高 上面的空間做比較多的一個使用 人家貨板就會比較重 選擇像比較低的椅子 或者說比較低的這個桌子 去做搭配使用 不管是在畫面的呈現 或是整個空間感 其實會更舒服 會更好搭配 那以上是我個人這樣子使用的感覺 來提供大家做參考 好 椅上五點就是我今天為大家分析跟介紹的 那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大家還記不記得我開頭有講 有一張椅子是我現在已經賣掉 而且我現在已經沒有在用了 大家有猜到哪一張了嗎 好 公布答案就是這一張 大川椅 那因為它的體積實在真的是太大了 會影響到我整個收納的空間 非常多 然後所以我就把這個大川椅賣掉 換了一張其他的這些比較小的椅子 那其實大家看到了這些椅子 目前其實我都還有在使用 那當然其中有兩款 是我出勤率跟使用率最高的 第一個就是這個克米特椅 然後第二張就是這個戰術椅 它收納非常快速 我幾乎都是這樣收 我沒有在拆解的 它的風格搭配性也非常好 那這個戰術椅非常輕量 還有它的收納其實也很小 所以這個出勤率也是非常非常高 我一定也會帶的就是這個 塑膠摺凳放水桶 冰箱放收納袋等等 這張我是一定會拿來當作穿鞋椅 其實講那麼多 給大家參考是讓大家有一個 基本的方向去做挑選 你一定要親自去試做 去挑選到你覺得最舒服 然後最符合你需求的一張椅子 收納的體積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你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這個椅子如果佔去你很大的空間 你再放個碎墊 再放個帳篷 其實你的後車廂基本上已經都快滿了 這個是我的露營的經驗 還有就是我使用椅子的這些經驗 來讓大家去做一個參考跟選擇 如果說你對椅子有不同的看法 或是你覺得哪張椅子真的非常好做 你有不同的想法 你也可以歡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去做一個討論 或是分享給我知道 讓我知道說 哇原來還有這麼棒的椅子 可以去做挑選 也許我就下次去買來試試看 好今天的影片這一集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觀賞